選戰專題報導 今天我們要來聚焦台東縣的區域立委 這回三搶一 包含了民進黨的現任立委 劉兆豪 力拼三連霸 而共黨則是派出了副縣長張志明出征 作用傳統的藍營優勢 而另一方面白色力量 也派出了移民署的專員 陳允平加入戰局 台東縣域立委選戰打得如火如荼 一邊是民進黨現任立委劉兆豪 尋求三連霸 一邊是國民黨推出副縣長張志明 要奪回失去十年的立委席次 藍綠大PK錄習誰手引發關注 雖然劉兆豪夾帶現任優勢 但依舊絲毫不敢鬆懈 對我來講不是最後這個一個月的造勢 這個才叫做選舉 我在八年前擔任這個職務以來 其實每一天我都非常的戰戰進尖 我覺得這就好像在準備考試一樣 每天應該做的事情 我們都把它給做好 謝謝 謝謝 鄉親努力選民看得見 儘管民調領先還是努力衝衝衝 劉兆豪親和力十足 跟鄉親打成一片 出身司法官的他也當過副縣長 連任兩屆立委 是土生土長的台東人 機窮實力可說是相當堅強 同時也為綠營在台東 見下汗馬功勞 張志明 道帥 張志明 道帥 另一頭現任副縣長張志明 披著藍袍出征 實力同樣不容小虛 個人特質就是一步一腳印 穩扎穩打提出好的牛肉 拿出好的政策 來讓鄉親知道我們可以做得很好 好水啊 情跑基層力求增加曝光 張志明對上劉兆豪 儘管選戰打得辛苦 依舊充滿信心 出身以來的他 當初頂著博士光榮歸國 到台東發展二十多年 不僅是現任副縣長 從政前還是大學教授 也曾擔任教育處長 更破紀錄 在花東兩縣都當過副縣長 這次角逐傳統被視為藍軍的地盤 面對勁敵不敢大意 除了藍綠兩強 白色力量也殺出重圍 要打破傳統藍綠之爭 貓碎自見 爭取民眾黨提名參選的陳允平 強調要打一場非典型選戰 身為移民署專員 出身公務體系的他 雖然知名度較低 不過十分關心新主名的權利 口碑也相當不錯 希望能爭取到中間選民的認同 雖然勝選機率不高 但也是民眾黨在台東 試水溫的第一步 希望能打下貪頭寶 爭取更多不分區立委資源 二零二零選戰倒數 台東立委選情呈現三搶一 候選人卯足權力 要成為最終贏家 久留意想談不懂